欧义大师 他是1599年生 然后在1655年过世 1599年这个时候 正好就是万历皇帝27年的生 那到1655年的时候是顺治 也就是到清朝 所以他其实是隔了两个时代 明末跟清初 那在明朝的时候 其实他所出生的那个时代 已经是明朝要走下坡 那我们知道说 在很多的历史学者认为说 明朝的灭亡 不应该是从政皇帝来担起这个责任 从政皇帝 他的一些作为 其实比前几年人都好 可是他亡国了 那真正造成亡国之君的这个原因是谁 万历皇帝 为什么 因为他在荒唐 他的这个荒唐 那代政将近有30年 因为皇帝不上班 然后整天在想一些有的没的 就导致于这个民间 是相当的困苦 万历皇帝 他把最辉煌的明朝的时代 搞到最后呢 就是你赚了好多钱 全部赔光了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就是前十年不是他亲政的 是由张居正来主政 张居正把整个国家走向富强 可是张居正过世以后 万历皇帝亲政 万历皇帝亲政以后呢 他没有办法跟朝中的这些大臣们和谐相处 因为最主要原因是 大臣也觉得说 你定的一些政策也不合理 比如说你要换太子 太子可以让你说换就换了吗 你个人的好物太强 这叫做动摇国本 那比如说三大争 这个关于三大争 三场战役 就花掉了1200万的白银 这个等于是国家政策里面的三四年的税收 浪费很多钱 反而让你内政会消耗 等到发生问题的时候 水灾来了 旱灾来了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水旱灾的时候 人民饥饿的时候 就只好一子而食 非常可怕 这个在万历29年发生过 万历38年一直到46年 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不只是山东 山西 陕西 河南 都陆续发生这种饥荒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看到欧义大师 他所处的这段时期 是国家变动最剧烈的 不管是政治的变动 经济的变动 社会的变动 这些变动都会让他去做一些 重新的一些思考 比如说他在12岁的时候 是接触儒家思想的 因为私塾老师教的 那时候就教成诸礼学 那教成诸礼学的时候 他就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要去救这个世界 因为儒家就是要去俗世 俗世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就觉得佛家没有那么积极入世 所以他还写了十几篇的文章 在那边所谓的辟佛 就是说批判跟指证 佛教的一些问题 我想那个时代 像他就可以讲那个时候的文青 他就在思考说 我应该要好好的去振兮 为这个国家做一些努力 所以他受到这个成诸礼学的影响 就有很多所谓的辟佛的言论 那到什么时候呢 他才接触到佛学的 是在他十七岁的时候 十七岁的时候就看到这个 连石大师的作品 《自知录序》 还有这个竹窗水笔之后 他才发现说 原来佛教也没有他所想的那么出世 甚至后来他就把这 写的十几篇辟佛的文章 就全部烧掉 我觉得他最可贵的精神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知道说 明朝的四大高僧里面 欧义大师可能是最辛苦的 他遇到的一个动乱政治的变化 是最大的 那在最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要担负起这种安抚人心的 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时候 欧义大师也希望 大家就是从这种违心 就是从心里头去认识 所处的外在环境 该怎么样去面对它 有点好 在这种违心里面 大师可能是平台的 joo 承识